余湘瑄小女兒小元寶 滿四個月了 總統來訪 與他們一家人同框合影 還有這張余小平和余怨琴兒女 也都入境 一旁的阿公 前民進黨立委余天 選後韓英弄孫 氣色不錯 但選前心情可是盪到谷底 政治的問題都不要問我 因為我現在什麼職位都沒有了 當時兩度像賴喊話 想留任不分區立委 最後沒被列入 坦言心情污阻 時任新北京總主委 還一度神隱暫停輔選工作 而現在的余天 不僅卸下公職 身上也沒掛任何檔職 只是沒收入的他 還有人想和他借錢 確定 確定比較窮 可不可以就借我一百萬 你神經病啊 你現在比我有錢 好啦我現在什麼對不對 我都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啦 也沒有收入啊 就靠你養我啦 沒問題 沒問題吧 你放心 我會養你 承認自己現在得靠人養 那總統此行特地探望 是否也意在卸任前 修補余天與黨之間裂痕 過去其實余天大哥 跟小燕總統交情就非常的好 我還記得有一場 我的這個選舉肇事晚會 然後余天大哥有來 那小燕總統 因為余天大哥的關係 他後面的行程全部都取消 事情都過了這麼久 余天大哥是不會把這種事情 一直放在心上的人 那我相信說 這個昨天看到小燕總統 他也非常開心 選舉期間的無言壯氣 總統選後也叛一團和氣 TVB的新聞 吳慧彥 李仲澤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